这是两个美国小孩 非常年轻的两位美国队员 伊丽莎白和海莉迪安 向前翻腾一周半去庭 那个亚洲那个 长的一个是我们亚洲 他是日本 父亲已经都日本 两个人年龄都非常小 一个是93年出生 一个是92年出生 对 因为年龄比较小 但是水花亚的那一套水花情况不太 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是 这么小 线条也不错 水花应该也不错 应该会更好 对 总体来说跳台的运动员 要比跳板的运动员 更瘦小一些 我们选择动作的 也有很多 像他们选择的是103 他们又会选择11 可能国家因为跳台的人少啊 没有多余的那个女子没有名额 就像我们国家 像中国队这次的几对双人 包括男子的三米板 还有女子的三米板 女台都是新的搭档 都是新的搭档 都是双人 对 就是从雅典奥运以后 他们参加这个市民赛 或者说从加拿大市民赛 开赛以来 就是说 上阶市民赛都被变化了 因为男板过去是河军 和河军 然后 女台呢 是甲鸥和前河鸥那个 约翠玲 约翠玲 那么女板呢 是郭晶晶和李平 那么男台呢 是 胡家 胡家和杨凌辉 这次换的是 林玉玉和火量 每双人都把 带着老搭档的是 下面是美国选手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挺 对 还算比较齐 一般的国家都避开 二三组 因为二三组 尤其是二组 三组就不可能选择 难度太低了 二组二零七 比四零七高0.1难度 但是 不容易稳的 尤其是 就五个国家 二组 相互动的 女孩的能力 还是有一点薄弱 对 所以说一般都 不用这种 美国选手拿到了63分 向152.40 帮助他们来到第二位 现在仍然是 落后于乌克兰队 乌克兰队 乌克兰队是157.08 他们只拿到了40.02分 来看一下 美国队的 伊特莎白和海利迪安 他们的这一跳 向内翻腾三周半爆锡 1,2,3,GO 中体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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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体能跳到这样就行了 就算是正常发挥 70多分 72.96 225.36 翻腾线转体能会有所下跃 但只是一种 可能性 对可能 因为世界大家都反映着 多度短体又来一种业 好像失去跳跌 多度短体 这种风格 这种多度对大家看不见 提的比较多 至于能不能变化 那就不得到 刚刚完成工作的是 美国选手 伊丽莎白和海利迪安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5253 向后翻腾两个半转体 一周半 难度计数3.4 就是有一个小孩 他本身技术举力不错的 但是也要比较 达得像亚洲那个小孩 跳得不错 今天 他在美国选拔赛 他赢了 就是同右边那个 对赢了那个 威尔尽森的 就这个小孩 亚洲的小孩 跳得不错 关键就是说两个人比赛中 就不要有太大的失误 别一个跳得特别好 一个跳得特别差 这样的话 同路人就受的一定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 贾头陈如林 361.32 拿到了这枚金牌 澳大利亚选手科尔和美丽莎吴 324分 拿到了一枚银牌 获得第三名的是德国选手 安尼特和诺拉 这也是上届市井赛的第四名 在这次他们的名次前进了一位 获得了一枚铜牌 他们的分数是306.63 第四名是加拿大 这样跳水比赛的第一个比赛日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这次市井赛跳水项目 一定一共要进行八天的比赛 绝出 这次市井赛跳水项目